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現在那個舊已經拆掉了, 這個就放上去 這個是那個, 即是說可以洗鍋, 拿起鍋的方便 到下面的兩間就可以了 現在呢, 把這個鍋放進三個洞 這個是防止漏水的 接著呢, 這個全新的銅 先這樣放一下, 放錯位置 這個有螺絲的呢 螺絲這個可以在後面的, 這樣放下去 就可以了, 對陣它 接著呢, 我們下面呢, 就把那個螺絲兩桿 放著鉗 這個呢, 就是平的, 在上面 煎的在下面, 就方便我們 把它拎拎 接著, 另外一個 熱水這邊, 熱水這邊 對, 開始 好, 開始 在, 開始 這邊 我們應該要來, 開始 正中,然後弄它 但是,沒有太突然弄 用鉗的時候,就著就著弄 然後,這個熟料的螺帽會爆了 就很麻煩了 現在就將這個鉗 上去 上去 搞定了 下面呢 比较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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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窄些 然後呢 現在呢 就把那個 冷水 折冷水這條喉嚨 它原來的大小是一樣的 折就行了 沒洗完身的 而且都是那個上頭不行 好 接著 折回這個 折水 折水啦 接著呢 一定呢 用盆 折緊它 然後呢 就流水的啦 這邊也是 折緊它 OK 搞定 接著呢 就將這條喉嚨 這條喉嚨